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說回籌備成立白眉世界總會這件事 掛念別人的事就漏了自己的問題 這個白眉世界總會 今天是5月2日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在4月中的時間 即是今年 當然能夠在腦海裏面 可以產生某一件事出來 當然會受到其他的影響等等 才會有這種動力 主要就是過去這兩三年來 都不停有很多負面的新聞 關於我們白眉派裡面的兩個總會裡面的人的閒言 或者閒語 究竟我搞這個白眉世界總會 是否要去處理他們的事 其實不是的 我只不過是搞這個白眉世界總會 是希望再多一個總會出來 我們在香港成立 但是我要做的事不是在香港去做 我是在推廣在外面 是香港以外的範圍 明白 比如我們的祖國 我們祖國最近的地方就是廣東省 好了 我將會考慮到去廣東省 去做什麼 去山東省又做什麼 去山東 我這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是去接觸外面的武林界 外面的國術團體 外面的武術總會 外面的不同的派別 的支流 才推如為其次 是再聯絡我們白眉的同門 如果他們是接受我的 我當然開心 譬如我們白眉的同門 他不歡迎我的 我也不會勉強他的 因為我的目的主要是聯絡 在外面不同的派別 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總會 明白 那變成了廣東省 山東省 是我的首先要去的地方 再回到澳門 其實是東南亞 東南亞就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 越南 再遠一點去哪裡 澳大利亞 再近一點 澳大利亞的 就去遼斯林 紐西蘭 好了 再回來再遠一點 就可能去到北美洲 就會去美國和加拿大 再更遠 再回到歐洲 去英國 德國 法國 西班牙 荷蘭 再回到那圈 就去中東 可能很奇怪 為什麼你會去中東亞聯遊 杜拜這個地方 因為我有個徒弟在那邊 那個徒弟在2015年已經開始跟我認識 也開始接觸 所以我這次想做一個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還有其實這件事我不是很想做的 只不過是由於因為實在可能自己實在有空了 沒有工作了 因為我已經退休了這麼多年了 我今年都69歲了 能夠再做些什麼 給我的施工 或者做給我爸爸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我爸爸 我家父在過生前那一年已經吩咐我了 他說 他說 喂 將來白眉派的事情你不要搞那麼多了 噢 他說你最好就 不要搞那麼多 他說你最好要搞 你就搞一下你自己的 班師兄弟的事情就好了 嗯 白眉派的事情你不要再去搞了 嗯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可能呢 我現在才明白一件事就是 因為那個門派人實在太多 可能我爸爸就是擔心我 可能會得失人 或者會影響到人 或者你做的事情也都未必有人去欣賞 嗯 或者你所做的事情也都沒有人去認同的 是 你不如搞一下你自己的事情吧 就是這樣 但是我好不幸運 在2005年至2006年之間 忽然之間 再去搞回關於白眉派的事情 一直接觸下去 那我看來看去 我不覺得問題在哪裡 就是大的問題不是說存在 小的問題一定有 所謂小的問題就是 因為人實太多 是 無論你怎樣做到你自己所謂 可能你滿意 別人未必喜歡的 正常 那等於我怎麼能夠 將我自己的事 越得越別人越去認同呢 所以我只能夠就是 我要搞這個白眉社會 就是我自己去搞 至於白眉派裡面的同門 他們喜歡去支持我的 我當然是非常開心 至於他們說 我們不會參與的 又不會支持的 我也不會生氣他們 或者怪他們的 因為人是有人權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自由 明白 是嗎 其實呢 先恭喜你 但是最近 坊間或者你都會據聞 有位楊師傅 開了名字就是楊寶莉 那對於楊寶莉師傅 那你又認識他有多深呢 楊寶莉先生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呢 我應該是在2005年 2006年這段時間呢 就是開始認識他 不是接觸他 因為認識和接觸是兩回事 明白 認識只不過是 打個招呼 見個面 好了 到我們的白眉角術總會 再次 再次 再踏著 再搞一個叫做就職典禮的時候 就接觸他了 那也都 剛才我已經說了 我是做了兩屆 即是做了四年 因為每一年的裡面 我們都有多少活動 就不是什麼很大型的活動 譬如好像功夫國 或者7月1號 或者其他那些神誕 例如天候誕 或者譚公誕 或者香港過年的時候 有什麼活動 都會跟他一起去參與 或者見到他 那樣的 還有 有時候我們都 當然 當然我們那時候的白眉角術總會 就不是說 過個月開會 多數一般 快要有什麼活動 我們就 當然要開會 他討論一下 商量一下 如何安排人去做 很多時候 他都 有來開會 都有參與 所以你問我對他的認識 我應該可以說 又不可以說很深 又不可以說很淺 剛剛欺負到好處 我只能夠告訴你 就是說 我在這麼多年來 接觸他 叫做 沒有可能說 舉個例子 譬如我認識了他有10年 我當然沒有可能 每一年365天 每天都見到他 只不過是一年 或者見到幾次 或者怎樣怎樣 等等會撞到他 變成在我自己個人 對楊先生 楊師傅 就 在我的腦海裏面 他 不是說 即是 怎樣說 我可以接受他 是 如果你問我 如果以我的長輩 在白眉派裏面 我自己是可以接受他 是 至於他外面所產生的負面新聞 這些所謂叫做 誰是誰非 那是不是不關我的事呢 我就只能夠 就是 憑我自己所認識的楊先生 和接觸楊先生 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對他有信任 是 信任的意思就是 舉個例子 譬如我如果要搞什麼活動的話 我是會邀請他去參加 或者是會跟他接觸一下 聽一下他的意見 甚至乎會跟他商量一下 你有沒有興趣參加我們白眉派今後的活動 是 或者是 等等 這樣 那當然 去外間的負面的新聞 我剛才都說了 誰是誰非 只有他 或者兩者之間 或者他們 團體與團體之間 或者是他們 個人之間 究竟是 所謂 好像那些黑白電影 好像那些彩色電影 所謂的什麼 恩怨情仇 我的看法 根本就是 有些東西就是 所謂 歷史裏面 都有正史 也都有夜史 夜史 所謂 你拍一個劇集 你一定要有些 故事 多多少少去修改 那些人才會去留意 去聽 或者去看 如果是完全 好像沒有一件事 我相信 沒有什麼人去留意 這些 也沒有人去留意 去看這些 所以 如果你問我 最後跟你說 就是說 我對楊先生的 舉個例子 大膽一點說 對他的評語 或者對他的評價 我只能夠說的 就是說 如果以100分來說 他應該是合格的 不會說49分 應該有50分 應該有50分 在我的自己 在社會 那麼久 我的觀察 尤其是 過去這一兩年 都很留意他的新聞 吴先生,你留意他的新闻,你就会知道他的东西是怎样的 应该不是这么说,因为那些新闻里面是有字据写出来的 你自己慢慢去斟酌下那些新闻里面的字据或者言语 应该怎么说呢?答下去是有点味道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它是苦、酸还是甜 当然,如果你问我,你这样用这些味道来平衡,究竟酸还是苦还是甜 我只能够说,又不是很酸,又不是很苦,又不是很甜 只不过是,当它是要酸的时候,它是可以有酸的味道 它甜的时候,它是有甜的味道 它苦的时候,它是有苦的味道,它是不会撈乱 等于这样打一个比喻,就是告诉你 我亦都很相信,杨先生有这么大个人,他不会说 自己将自己放进去一个,不可以拿单 拿得回脚出来的沼泽里面吧?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蠢 明白,明白 OK,好,多谢你,吴师傅 OK 多谢各位收看